第七届戏曲梦工厂以剧众为主题 推出六档形式风格各异的精彩作品 包括首档演出破空间的广场 以及在剧剧团的走把野草 千流制作的撒家自身 以及真快乐掌中剧团全新立作 最初试 还有十月接棒登场的极易戏访 圆圆 白露迷露的女状元怎么了 六档精心挑选的剧目 以独特的演出形式及多元的互动体验 引领观众进入一个全新的戏曲世界 剧众的剧我们今年的剧是这个戏剧的剧 换句话说剧场就是一个因为戏剧 因为剧场空间把所有的人都兜进来的地方 我最近其实常常在想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常常谈共生 刚刚主任说的 还有一个很夯的概念是永续 永续我觉得其实戏曲就是一个最永续的剧场 怎么说呢 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戏曲几乎用同样的剧目 可能是很类似的演员跟很类似的角色 常常一点点小小的修改 可是它却可以不断不断的收编 所有的观众一再一再的重复进到剧场 换句话说 其实戏曲是一个不断不断 可以在自己的空间当中 可以不断创造新的观众 那今年的这个六个团队 就如同刚刚大家看到 其实都是一批非常非常有创造力的团队 是希望可以加入今年的戏曲模拱场 一起去打开我们对于观众的各种想象 那这六团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观众可以 可以自由地游走 而且可能可以重复地观看 你可以通过重复地观看 再一次去感受到 你刚刚没有感受到的部分 有时候我们看完戏的时候 就觉得刚刚我哪个没看到 可是事实上 戏曲剧场永远提供了一种 你可以在剧场里面重新温习 重新处理 重新回味 鱼音绕梁的感觉 事实上都是剧场 戏曲剧场当中 给我们的各种各样可能的能量 所以在今年的六档演出当中 我们欢迎所有的观众 各式各样的观众 让戏曲中心变成了一个承载 所有你的需求 你的想望 你的许愿 我们都可以在六个剧团当中 得到你可能想要的空间 传译中心主任陈岳仪表示 每年策展人都赋予戏曲梦工厂 不同的主题与思维 将舞台化作实验场 今年更突破以往 六团中共有五个剧团 首次跨入戏曲艺术领域 戏曲梦工厂便是他们大胆造梦 开花结果的场域 也展现了戏曲共生的意义 除了真快乐以外 其他都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戏曲梦工厂 这什么意义呢 这代表着戏曲在各个的剧团 不管你是哪一种剧种 它都发芽了 都生根发芽了 而现在发芽了之后 它希望结果 结这个果就在这些场地 让这些果实能够盛开 花能够绽放出来 也让所有对戏曲有所谓的好奇的 也好有所谓寻宝的这些媒体记者 这些心态们 能够看到台湾有更多的新的团队 年轻的团队在为戏曲的努力 那我这边要特别说明的是 我们的戏曲梦工厂 其实曾经前阵子那个 如果大家知道 安琪老师有发表一篇叫戏曲共生 我相当相当欣赏这种概念 戏曲共生不仅是过去式 是现在式 也是未来式 换句话讲 它就是现在进行式 不断地进行中 那么戏曲共生 它可以聚种地共生 它可以跟科技地共生 它可以跟跨域的所谓舞蹈的共生 或跟任何一种的共生 但是结果起来是 它必须戏曲的含金量要够 而且戏曲本身的功底要够 所呈现出来的整合融合 甚至于是 已经是水乳交融的这种的戏 才会是真正所谓的令人感动的一种水乳交融的戏 而不是个别呈现的戏 而我相信这次的六个团队绝对有能力带起大家做一些示范 2024戏曲梦工厂六档演出将从9月7号到10月13号 连续六周在台湾戏曲中心多功能厅上演 邀请观众朋友们走进剧场 探索当代戏曲的无限可能 记者李奇惠台北报道